全红蝉最逆天一跳2021年东京奥运会赛场上 让世界牢牢记住自己 全红蝉得到了全市游泳界的关注 当红明星作为今年体育界的全红蝉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一跳在整个跳水界 引起不小的轰动 也因为这惊人的一跳 让全世界都认识这位 年仅14岁的小姑娘全红蝉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比赛开始前 没有一位对手知道全红蝉是谁 除了与她同台竞技的队友陈玉希 全红蝉在昨天举行了决赛中 上演了水花消失树柄 最终以满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原本就难以战胜的中国跳水梦之队 如今又多了一位跳水天才 让十米跳台有了一个新高度 作为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年仅14岁的全红蝉 在自己的第一次大赛中 让全世界牢牢记住了自己 就连中国第一个跳水奥运会冠军 周济红都为之叹不已 入行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么有天赋的选手 决赛五连跳 全红蝉三跳拿下满分 其中第二跳 407C和第四跳6243D两个动作 甚至让全场七位裁判 全部打出满分十分 第五跳5253B则为 六名裁判量是分以人量9.5分 被作为最低分扣出不计入总分 她的总成绩最终高达466.2分 超越了陈若霖在2008年奥运会上 所获得447.7分 成为女子十米台的历史最高分 就连前辈陈若霖都不禁由衷赞叹 我的心又像是小红妹妹 这位年仅14岁的天才到底是谁 成了昨天赛后很多国外记者的疑问 就连不少中国记者对全红蝉也相当陌生 7岁开始接触跳水 11岁进入广东省跳水队 13岁入选国家队 2020年9月才学起了拳套动作 随后就在自己参加的唯一一次 全国大赛中战上最高领奖台 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从未参加过国际比赛 这次到东京前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会 如果奥运会如期举行 她因为满14周岁的跳水最低年龄限制而无法参赛 更何况一年前她甚至还不是国家队队员 全红蝉的这份履历或许能够解答外界的疑惑 短短7年时间里 从零基础到奥运史上最高分夺冠 这再次证明了她确实是一位天赋的运动员 即便再有天赋 也离不开后天刻苦训练 全红蝉在广东队的教练何维一说道 全红蝉非常能吃苦 在同年龄运动员中 她对待训练的态度最投入的 哪怕最简单的训练也会全力以赴 从数据来看 她每天路上跳的次数就在200到300个之间 水上也有120个左右 比赛结束以后 记者将全红蝉团团围住 问她究竟为何能有如此高超精湛的技术时 希子如君的全红蝉想了半天说出四个字 慢慢练呗 又有人问全红蝉哪个动作最拿手时 她扭过头向陈玉希求助 我该怎么说呀 在这位14岁的小姑娘看来 被记者的追问 比刚刚的比赛还要紧张 谈起这位小师妹 但她两岁的世界 陈玉希说 其实全红蝉是队里最调皮的一个人了 我们大家都整天追着她玩 这次轮到全红蝉不乐意了 立即大声反驳 哪有才不是这样 每天倾尽全力的训练 休息时打个小游戏 当初的梦想是开一家小卖部 因为这样就能有吃不完的辣条 这就是东京运冠军当时最真实想法 14岁的全红蝉或许还不能完全明白 奥运冠军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她同时也清楚 只有好好训练比赛 才能赚很多钱 这样能给妈妈治病 当记者问到关于自己未来时 还是孩子的全红蝉自然没能说出个所以然 其实这也无需提问 一跳便是是巅峰的全红蝉 重新定义了女子十米台比赛的难度 如果能继续保持下去 这将是一位可以统治女子跳台多年的霸主 所以成功不在年龄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成功的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 只要刻苦努力 再加你的天赋 到哪里都是你的舞台 你们喜欢这样的全红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